桃园航空城进入实质开发阶段 一起自愿优先搬迁区的民众 将在3月31号前搬离原住所 最近正紧锣密鼓的搬家 而其中大园区郡头里 被划进征收区的900户居民 已经搬了超过三分之一 里长卓榕腾也是其中之一 拉开铁门住了40多年的老家 过去温馨的氛围不在 有的只剩下搬家后的狼藉 这边是生命厅 主卧室 然后我女儿的房间 现在都清空了 娶妻生子都在这 要离开难免不舍 但随着航空城开发启动 搬迁势在必行 不少人都选择早点搬 还可以多领自愿优先搬迁补助 超过90%以上的住户 都是申请在3月31号之前搬迁 所以说在这一两个月当中 是可以说正视大家的搬迁期 里长卓榕腾的家也在征收范围内 镇头里被划进征收区的约有900户 现在已经搬了超过三分之一 因为一起自愿优先搬迁区 必须在3月31号前搬离 现在来到大圆 随处都能看到有人在搬家 但这也衍生了不少问题 近期量更多 所以说停留在室外的天数 有些增加 那除了这个环境清洁的问题之外 治安的问题实际上也是陆续来衍生了 所以我们出有些搬迁迁离 闯空门的几率也都有增加 路边随处能看见大型垃圾 民众反理 空无衍生的治安问题 也让美班的民众忧心 政府推荐社 但这些问题不该让民众承担 感谢观看